他的悲心愿力啊 有这么广大无边 而地藏菩萨也证悟空性 所以这张是one of my favorite 就是这张图片 你看地藏菩萨在大海当中 在虚空中显现 但是它是透明的 像彩虹一般 好 现在讲到这里 所以你要知道 第一个 轮回是很苦的 你如果不常常觉悟轮回很苦的话 你就会想说 其实来生我可能还会再当人 其实来生不一定 尤其师父遇到那些青少年 青少年有时候他做了很多坏事 我跟他说 你要相信英国 他说 师父没问题 二十年以后我就有一条好汉 我说不 二十年以后你是一条毛毛虫啊 他就吓死了 原因是什么 因为现在的年轻人不一定相信英国报应 好 现在大家请放松 然后放 没关系 灯光就这样 放给各位看 有二十三分钟的九华山短片 好 这是我在新加坡第一次放 下一次还会再进名 会再放一遍 请看 很高兴今年四月的时候 我带商业金社的干部 去朝九华山 庐山跟黄山 介绍内容有禅宗 净土宗 密宗 九华山跟黄山 第一个要介绍薰老德上的稻场 真如才四 蜃蜒老德上的稻场建于唐朝末年 一千两百年来是双凤中的大本人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很不幸全部都毁了 文革以后才重建的 寻老和尚活到120岁 113岁 他亲自来这里 去朝顺是会有障碍的 是会点了很多很多的灯 念了很多地藏王菩萨的声号 这是中国佛教会 赵博之写的真主禅室 禅是很宁静与平淡的 去了好舌上是中国 禅宗很了不起的一代高僧 活到120岁 晚年113岁 他回到这个主题 现在看到的是 中国最早的禅宗五代主师 道场里面会提供用载的服务 但是你要事先登记 其实他吃完的就是一碗 罗汉粥而已 比新加坡佛友吃的都还差的 各位很好命的 你看人家只有吃一碗饭 他是严格的过午午时 而且属中国农禅的风格 有空就精进的参救话头 而且他寺庙里的出家人是要工作的 一日不做 一日不食 这是中国苦禅的风格 外面呢 那是一片宁静的湖水 很高兴的呢 我们无意间到了虚荫老和尚的舍利堂 刚开始我不知道我们会去这个 导游呢 有跟我讲 师傅你要去看吗 我说当然要去 我以为第一次离拜了虚荫老和尚的舍利堂 就在寺庙的旁边 但是你不要错过 当然看到虚荫老和尚的舍利堂 我非常的高兴 你看这是他118岁的赵燕 他120岁误灭 我们就在老和尚面前跪着花园 最后惊喜念头 希望老和尚成愿赞 所以中国大乘佛法 是有很多了不起的高僧的 最后我们就在山门外合照 做一个很好的留念 第二个我们到了庐山 庐山也是非常美的 中国很多文人都有来到这个地方 那我去参访了 以前是我一位的老师 洪教若纳祖师 民国第21期 大概1920年到1930年 中国大江南北 大乘佛法非常兴盛 同时金刚乘的佛法也非常兴盛 就是这位洪教的若纳祖师 白教的贡格伯佛 文革的时候很不幸这里全部重回 现在由台湾若纳青涩的弟子 全部出钱 把他全部重建 一位这边建了一个舍利塔 他是在鲁山风景区里面 就是这位1865年到1936年 尊贵的若纳祖师 毕生在中国弘扬 大乘佛法 以及金刚乘佛法 他的弟子呢 也传到台湾 新加坡 马来西亚 这是我去马来西亚的时候 也有他的弟子 所以我们就诵经 然后绕魔进行跟念佛 所以我非常非常的高兴 最后我们就去礼拜 若纳祖师的舍利塔 舍利塔也象征着佛塔 可以利益无量的众生 供舍利塔也会有很多的功德 这就是若纳祖师 宝塔 它随时都会放光 加持无量的幽靡界众生 最后我们带着法喜充满的怨心 就告别了若纳祖院 大白塔在群山当中 永远屹立不出的 所以佛教度的不是只有人类 有无量无边的众生 好 接下来请看九华山 唱的是建文立义品 伟大的地藏王菩萨是韩国人 这是丧业经社的地藏王菩萨 他现在唱这个 地藏地藏 中国四大名山 从地藏菩萨的化身 中国人是很有福报的 九华山里面呢 寺庙有大概一百多座 一年春夏初冬变化万千 来自于世界各地的朝圣者 尤其是韩国人 韩国人特别来这里朝圣 因为金桥爵 就是古代新罗国的人 西元七百年 韩国的金桥爵 他是王子 后来出家坐着船到中国 用神通力向敏宫发源 送给我一片袈裟的地 没想到 他说好 他的袈裟盖满了整片九华山 这时候敏宫吓了一跳 从此就发愿出他的地 跟着他休息 这是九华山的化成寺服务吧 当时我们很幸运 遇到一个导游 这个是小姑娘 然后她从小就住在九华山底下 所以她当过来的导游 在大殿里面补鲜鲜院品 你可以看到大江南北 都有很多的人来朝圣 这是金桥爵亲自做拜的宝冠 跟穿过的鞋 那外面呢是半天月池 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参访 把随风有韩文 所以各位老菩萨不要担心 只要出钱都会把你载到山顶了 从山上往下看 也免不断有先进 特别你可以看到西元十六世纪 明朝万历皇帝年间 赐国护国万年司 因为除了地藏菩萨肉身之外 还有一个叫武侠和尚 一百二十六岁 每天赐雪写华严经 你可以亲自看得到 所看到的时候也很感动 真正的肉身菩萨 这是超乎科学的 非常非常庄严 一百二十六岁 传说它也是地藏菩萨的化身之一 告诉你大乘佛法是非常殊胜 旁边是文化大革命以后 建的五百阿罗汉 所以我们要祈愿中国佛教也会兴盛 这要侧看 往左边侧看 看到一个佛躺着 山上建的一砖一网 都是有挑户躺上来的 所以朝圣要有很大的怨心 也要有体力 结果我们中午就到旅馆休息 下午朝 带着拜金台 跟天台顶起 你可以看到有缆车 这是地藏菩萨以前在这里拜华严经的大殿 那因为它拜到凹下去了 所以现在有它的脚印啊 把它用玻璃封起来 你可以当说在上面灵里 古拜金台 就是这个时候地藏凹下去 似乎上去也感觉很强的能量 就若心的灵魂 接下来我们爬一千零八十个阶梯 到最高的山顶 天台正顶 菩提道上勇猛精进吧 就是要这样 就是要这样 所以朝圣要趁年轻 趁你的体力要很好 你要发源 你看 欲求千里木 更上一层楼 一千零八十个阶梯 你要爬到山顶丁 当时我们看到大江南北有非常很多的人都来朝圣 你看到这我这张照片似乎都快累死了 是真的很辛苦哦 叫万佛殿 现在中国也寄满了大江南北的草草诚客 我山上一看 从千变万花 就像仙境一般 回头一望 人生在水山中 各位你是很有福报 坐在冷气房里面看这个 你看看我们的装备 每个人都有拐杖的 知道吗 我们下山到时候遇到了福建省 有老人家 搭了一天一夜没有睡觉 来朝九麻山 非常了不起啊 接下来看 地藏菩萨的肉身房间 传说每六十年会沾出来给人家沾养 孟参老和尚就是在文革最后一次看到地藏菩萨 他放声大哭 然后他就出家了 叫悟国肉身房间 当时我们时间比较赶 我们遇到了出家中跟在家中三十五一半 非常的专业 这是我开的 去的时候 去的时候朝世不要充充满满 很多佛友都抬得太赶了 接下来 有七集八个木堂的 全部都是地藏菩萨 下面就是地藏菩萨的肉身 在地藏菩萨 首先在地藏菩萨要自心的参果发愿 然后念地藏圣号 绕塔情愿 在地藏菩萨旁边有中国的十殿阎罗王 这是中国佛教才有 在印度没有十殿阎罗 在地藏菩萨 这是宝塔的真诚背景 这是正面 这个塔的定向 被锁起来的就是地藏菩萨的人生 好 我们在这边绕大楼非常地感动 右边五五间链遵征 左边是禀宫战争 这是唐朝这个寺庙一直保读到现在 地藏菩萨旁边 刚才是左手边 现在是右边 来之间相战离成了 像我愿望你失败 最后我们就起步下一站 渺乐 我地藏菩萨 日本人跟韩国人也拜地藏瓦菩萨的冠军 现在呢 九华山现在的旅馆很舒服 各位新加坡里的女人是非常好的 你真的要发愿 老菩萨不要害怕 有缆车会把你载到山顶的 停的时间虽然很短 但是我们可以感受到地藏的大悲愿心 以及心中是法喜充满的 接下来我们很有福报 去了禅洲 也却满我的愿望 净土中第一代主师 卢山东陵念佛堂 净土中在中国佛教影响力是非常大的 只要谢谢新加坡 净中佛学会所做的姻缘 这是卢山慧远大师 我讲他的故事 当时在东晋的时候 这是慧远大师的仿照 你看他相貌啊 非常的庄严 像阿弥陀佛一样 他因为政治的关系到南方 这个就是古西三校 他送客就送到这里 他三十年到五十年 从来都没有离开这个寺庙 很幸运的我们看到 有1500年的古章树 然后我继续讲故事 当时他从北方到南方来 到了庐山 他看到非常的宁静 就很多人呢就来参学 有123位跟他建立年社 所以禁谷宗教联社 就是这样来的 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可是没有大殿啊 这时候他就拜阿弥陀佛 跟天龙报 说假如我真的有福报 会利益众生啊 希望呢你就涌现出木头吧 结果呢就在一个出水的孔呢 里面呢一夜之间 所有的木头都出现了 这就可以看得到 古来的高僧啊 可以感动天龙发布护法 现在的大殿当然建得金碧辉华了 是因为中国宗教局下立一级古基 所以建得很庄严 但真正让我感动的地方是两个地方 一个就叫出水墓口 待会你看到 第二个就是什么 会远大师的主师堂 就是这个地方出水墓 一夜之间所有的木头 从下面的泉水全部喷出来 所以你看古来的修行人啊 是真正有德行 佛跟菩萨是天龙发布文物一样的 第二个就是会远大师的远天堂 很少看到会远大师是长成一样的 他长得非常庄严 他定中见过阿弥陀佛很多次 83岁上品上身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乃至于联社的123个人 都往生极乐世界 所以修净土宗是很不可思议的 当时有庐山十八高贤 就是在家出家的人跟他修行 然后呢 就是辩才无碍的在家出家的大德 弘扬佛法 利益终身 所以净土宗在华人的世界呢 是非常非常弘扬的 在心前我坚守这份信念 接下来后面有一个聪明犬 慧远大师在家出家的人呢 都来这天跟他请问佛法 有一个东进阴众堪居士 辩才无碍 有一天呢就跟慧远大师谈佛法 大师就赞叹他 你的智慧呢是辩才无碍 滔滔不绝 就像这个泉水一般 所以就变一个聪明犬 后来就流行 听说考试都要去喝这里的水 这是19世纪之前 很旧的照片 文革之前 文革毁了以后 让21世纪重建 所以我们内心也要祈愿 中国佛教会兴盛 若中国佛教兴盛的话 全世界呢都会有福报的 因为中国这块国土 是有很多很多人在修行的 有横河沙树的在家出家的菩萨 都在弘扬多保定一众神的 所以希望你在菩提道上 不要碰到困难而退了道心 如果你对极乐净土 有缘的人 也请你不要放弃 应该发愿来生要去见佛 最后请看一下 中国安徽省的黄山 叫鬼府神宫 很惭愧 师父去过22个国家 但是看着所有山里面是中国大陆 最美的黄山 像水墨画一般 但是导游告诉我们 我们很有福报 因为我们去的三五天 全部都浮光浮躁 没有洽语 每一分钟 你看这是我们的一个莲友 像慈禧太后一样 就被砍上山 所以叫华干 你也可以自己走 要有一些想象力 这叫银克松 这叫做树情松 中国山水画 水墨画 就是以中国黄山而画 你会看到 山在虚无飘忙间 就是紫黄山 这叫童子卖观音 你看得出来吗 想一下老僧采药 要有一点想象力 梦并生花 最后我们住在半山腰 现在中国大陆的术实也很进步 看看我们每个都拿着管杖 对不对 将会不复存在 我们住在施灵大酒店 第二天准备看日出 不过很不幸 天空不过美 云子太后 我们就没有看到日出 但是我们却看到 像菩萨一样 合掌的石头 双手合掌 也看到了飞来石 我们开始就走 有一点小雨 看我们的装备 我们到了一个叫海云楼 这边的云呢 非常的美 所以中国大陆也有很多 是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 毕竟中国有千年的历史 有很多的文物 这是目前最显示的这个山 每一天 先人赛区 你看到我们爬的时候 都要全部武装了 看来有些地方很陡 有些步道呢 就在云海旁边 这就是我 跟我们的导游 加油吧 那山上的跳步也很辛苦 中国大陆也很重要 是环保 你看 所有的一转一网 都要从山下跳上来 三千多公式 一天只跳两次 同样我们呢 垃圾也要飘下山下 所以中国大陆现在也很重视环保 最后我们坐缆车下来 我们中国演唱讲 五万卷书行万一路 好 结束了 看禅中 虚音老和尚的真诚无产事 虚公的舍利塔 若纳主持放光的火塔 接下来地藏菩萨当主 华山派经塔 接下来 净土中 龙甘东霖念佛寺 最后天下第一 黄山 黄山 我们在台湾的时候 是阿里山最高 所以很感谢很多地方提供我们音乐 尤其新加坡竞争学会 就在音乐上呢 利益了很多现代诸身 最后我要提醒各位 投了四大名山 要发愿 下一世要去见佛 不管你见明乐菩萨 见药师佛 见阿弥陀佛 见观世音菩萨都好 因为你见了佛 你才不会退转 来生 你若是做CEO的话 圆圆的话 你可能就不会想学佛法了 好 掌声鼓励一下吧 我想在座也可能有去过九华山的 那希望你九华山 有很多很多美好的回忆 所以地藏菩萨 地藏地藏 地代表大地 藏代表我们心中 具有一切的宝藏 而地藏菩萨 各位知道 各位读地藏经的时候 释迦牟尼佛在道立天宫 讲地藏经 最后地藏经交给谁弘扬呢 交给观世音菩萨 观音 你有跟娑婆世界有大运缘 希望一切的众生学佛 先从哪里开始 先从五戒十善开始 你要知道六道轮回 请看 环灯片 在大政杖第十七则 编号七百二十五 跟七百二十六 佛讲四圣地 苦极灭道 佛第一个就想苦 你看天上有三善道 三善道我们住在 左边人间 右边是阿修罗 你看有很多语音 阿修罗是战神 但他称心很重 动不动会跟天上的天人打仗 而且阿修罗是要抢天上的美女 因为天上的美女是很美的 阿修罗很勇猛 过去福报很大 可是他们长得很丑 丑男总是喜欢美女的 对不对 所以当阿修罗跟天上人打仗的时候 刚开始打输了他 他们就去求释迦牟尼佛 求弥勒菩萨 那释迦牟尼佛叫他什么 在打仗的时候 每个人都念 般若般若密多心经 观自在菩萨行身 般若般若密多时 当他们一念波尔经的时候 不用打 阿修罗就被击退了 接下来再看三恶道 三恶道里面地狱恶鬼畜生 以我们人间来说 我们看得到了是什么 这是畜生道 看右手边 右手边有鸡鸭狗猫 可能现在的年轻人 听说新加坡的年轻人 也跟台湾一样 现在都是结婚 但是不生小孩 养猫 养狗 跟养兔子 可是你不知道 从佛教来讲 其实宠物过去 一定也跟你有缘 就像我刚才讲了一个 鸡公活佛的故事一样 接下来 我们人间能看到的是 猫跟狗 就是动物 动物只有繁殖 还有就是生存 动物最怕的是什么 被屠杀 还有最可怜的 有地狱跟恶鬼 看左边恶鬼道 两个佛的中间 就有一个大悲观世音菩萨 在撒甘露 中间有恶鬼 所以佛教 为什么会有七月的超度 你看基督教 天主教就没有 答案是 他对于六道轮回的解释 是不一样的 看看我们住的世界 这叫南瞻步洲 接下来有四大天王 东南西北 图上只有三个 背后还有一个 我们人间 比如说新加坡 我们的地球 上去第一层天 有二十八层天 横的有三十三层天 第一层天是什么 四大步洲 有欲界 色界跟无色界 那在欲界里面的最高 兜率内院 就是弥勒菩萨所住的 所以在座各位 若你发愿 要去见弥勒菩萨 也很好 现在谁在弥勒内院呢 第一个 中国的道安大师 玄庄大师 窥姬大师 还有近代的太虚大师 虚云老和尚 都在弥勒内院 所以你要去见佛 你才不会退转 这一点是我今天讲做 第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就是你发愿 你要行菩萨道可以 可是你先决条件 先得去见佛 为什么要见佛呢 举一个例子 新加坡人很多人都很喜欢去英国留学 我也在英国念过书 University of Bristol 旁边还有Oxford 或Cambridge 剑桥跟流津大学 听说过李总理也是念流英的 新加坡很多人都喜欢去留英国 没有错 为什么你要去英国念书 因为那有全世界几百年来最好的学校 最好的老师 全世界的精英都会考到那边 那美国最有名的学校呢 应该是哈佛大学 耶鲁大学 或史丹佛大学 那为什么我们千里迢迢 当然新加坡国立大学也是非常好的 也是东南亚呢 全世界一百名的学校 我们的台湾呢 台湾大学也挤进了全世界第八十四名 所以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那现在为什么我们大家都要千里迢迢 送你的孩子到最好的学校去念书 答案那边有良师益友跟好环境 同样的请写下来 到净土里 你才会有良师益友跟好环境 不是说这个世界不好 也不是说你不要在这个世间行菩萨道 而这答案呢 你先没有读到毕业嘛 假如你在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 哈佛大学毕业的话 你读到PhD的话 全世界的每个学校啊 你都可以去教学啊 你可以教大学 也可以教高中 也可以教college 你甚至要到小学去教书 我相信都很多人会很欢迎你的 答案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你自己先得毕业 同样的用这个例子来 菩萨道里面最大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你进一步退九步 各位在座所有的佛友 包含我们 我们都不是一生学佛的 如果各位读了金刚经就知道 都不予一佛二佛三四五佛 予无量诸佛得众善根 但现在有一个问题来了 为什么修了半天你还坐在这里啊 也是苦苦恼恼的嘛 这个我们得好好想一想 或许我们过去生都很认真 就像学佛一样 up down up down up down 我们每一次呢 都可能考个五十八分 跟五十九分 六十分及格的话 五十九分就被荡掉了 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是 多生多结都学佛的 我们也多生多结 每一次都在皈依 每一次也是供养三宝 所以我们哪时候会想到佛菩萨 写下来 苦的时候 你才会想到佛菩萨 快乐的时候 你是想到什么 Vivo City 你是快乐的时候 想到 就好把路 是真朗真朗 对不对 你快乐的时候 其实你心中都不 很少会想到三宝的 假如快乐的时候 你会想到方宝 其实你是有善根的 假如你是一个文武百官 或王公贵族啊 你会学佛法 那是你要有善根 所以请给大家写下来 不要羡慕富贵人 富贵人其实是很苦的 争权 独立 明争 暗斗 勾心 斗角 你不要羡慕富贵人 富贵人虽然很有福报 很有钱 但是有钱啊 也就会做坏事的 有钱 他不一定会来帮助别人的 但是苦的时候 你想到佛菩萨 你苦的时候 你会想到拜观音跟地藏 为什么呢 因为苦的时候 是你觉悟的机会到了 所以佛教学苦 并不是坏事 所以这样 下一章请看幻灯片 天道 弥勒菩萨 不但是大正佛法 也学弥勒菩萨 一贯道 也学弥勒菩萨 道教 也拜弥勒菩萨 乃至于藏传佛教 也拜弥勒菩萨 他叫 桑吉蒋巴 蒋巴就是弥勒菩萨 当来下生佛 你看 弥勒菩萨也住在天上 接下来 可是我们一般知道的弥勒菩萨 是布袋和尚 肚子大大 对不对 肚子大大 那是化身佛 可是现在我给你看的是 爆生佛 印度智慧灵 由于我个老师 一层楼半高 铜流金 带五方佛宝怪 中间他的两颗眼睛的中间 有一颗很大很大的钻石 西藏人虽然流亡 他的生活很艰苦 可是西藏佛教对于三宝 是非常虔诚恭敬的 他可以自己省施俭用 然后呢 供养三宝 所以 弥勒菩萨 现在也在兜率内院而说佛法 所以是非常非常庄严的 所以弥勒菩萨也带五方佛的宝冠 代表五方佛的智慧 接下来再看 皇教泽磅式的弥勒菩萨 你看 他在前面也是点灯 所以点灯是南传北传藏传 很重要的修行方法 这是布达拉宫的弥勒菩萨 接下来 这是呢 在北京雍和宫最后一个殿 用白色的沾坛木 全部雕的弥勒菩萨 若各位有机会去北京 请不要忘了去雍和宫 康熙雍正乾隆 是帝王 但是也是佛教的大护法 这是白沾坛而雕的弥勒菩萨 所以弥勒菩萨是下一尊佛 其实念阿弥陀佛的人 也应该供弥勒菩萨 因为他是当来下身佛 非常非常的庄严 你看弥勒菩萨 像好的清净说法像 所以你看畜生到的众生 其实每天都很苦 那畜生只会生存繁殖 那畜生里面呢 最害怕的是被杀生 所以请问各位 你有没有看过狗 会念普贤行愿品的啊 你有没有看过猫 会布施的啊 没有吧 各位只是在看到 China Town里面有 招财猫而已 对不对 接下来你看恶鬼道 我刚才讲两个佛的中间 有个大悲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会洒干露 前面有恶鬼 其实告诉各位 这个恶鬼是谁啊 过去是佛弟子啊 他因为控制不了自己的烦恼 造了恶业 违反五界十善 所以他虽然是佛教徒 但如果他堕落为恶鬼道 所以观世音菩萨知道这些人过去拜过观音 所以观世音菩萨亲自的化身 所以我们才会有余兰彭会 观音菩萨化现鬼王 才有余兰彭经 在农历七月十五 最后一天 出家人节下安居 最大的功德会供家沙 请出家人诵经 超度你的历代祖先 所以以一杯水为例子 我知道有些人可能要超 我们佛经讲 为心所变 为事所现 我们今天要学法华经 安乐行品 你怎么让你平安 健康就是福呢 第一个 你先要调伏你的心 心 不同的话 你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举例例说 一杯水 在天人所看到是甘露 可是在我们人间 就是桌上的一杯水 可是在畜生 鱼 举一个例子 像圣桃沙 海里面的鱼 哪里是他的家 海水都是他的家 对不对 圣桃沙 海里面的鱼 并不用准备passport 他就直接游游游游到 把蛋倒了 又回来了 对不对 我们不是 我们要经过很多通关跟检查 所以鱼呢 是哪里是他的家 水都是他的家 可是二轨道呢 看到同样一杯的水 它是污垢的浓血 那地狱的众生 看到呢 是非常滚烫的热水 而且是会伤害他的 所以 学习佛法 第一个 你要抓到根 什么是根 调伏我们的贪嗔痴 这是很重要 请看图片 贪是鸡 各位在新加坡 有没有看过鸡 没有 你们什么都没看过 只有 可能到 马来西亚 乡下 什么 马拉卡 或是 宾南 还会 乡下会看到鸡 你看看到鸡 各位没有看过鸡 总看过鸡肉吧 在supermarket 有处理好的 可是你看到鸡是什么 嘟嘟 嘟嘟 嘟嘟嘟 鸡看到什么东西 贪 代表鸡是贪心 秤是什么 他用蛇做代表 所以学佛要改你的脾气 若你不改脾气 将来你会变蟒蛇的 这是真的 接下来 这个猪是代表鱼吃 所以它代表贪嗔痴 右边是代表三恶道 左边是三善道 也就是说 我们在天上住过 我们也在人间受苦过 我们也在人间享受过 可是我们在六道轮回 就像六个世界一样 我们都永远在轮回 我们也做过在家 也做过出家 我们也做过男众 也做过女众 可是我们却都忘记了 所以做人是很尊贵的 人是怎么样很尊贵呢 请写下来 一 人可以学习佛法 二 人可以行六度波罗蜜 菩萨道 你做地狱恶鬼畜生 你是不可能听经的 因为地狱里面只有猛火 你每天受业力是很苦 除非你过去 拜过观音菩萨跟地藏菩萨 你才会在地狱里 见过地藏菩萨 不是每一个人 都可以见得到地藏菩萨的 要有缘 第二个 我们做一个人 很殊胜的就是 我们可以学习佛法 就像我刚才说的 你有没有见过狗 会念普贤行愿品的呢 没有 你有没有看过猫会布施的呢 没有 人啊 才是最为稀有跟尊贵的 请看幻灯片 这是慈祭功德会的人中之宝 全世界都有慈祭的团体 对不对 其实这个世界上有横河杀猪人 都在做慈善事业 基督教有救世军 有salvation救世会 佛教虽然出了慈祭功德会 我们很赞叹 但是事实上 有很多很多的团体 都在利益众生 为什么 因为作为人是很尊贵的 你得了人生很难得 来生 是不是人呢 就不一定 除非五戒十三里面 你要修百分之六十以上 你来生才会投胎做人 对不对 不见得带表 皈衣三宝 你就一定做人 皈衣三宝 假如你不调服你的贪嗔痴 你还是贪得无厌 你还是称心很重 计较心很强 嫉妒心很强 阿弥陀佛 来生你可能不一定当人的 所以 你想想看我们 大家上班那么辛苦 要来听经 目的是什么 为利益众生 愿成佛 所以先想一想 释迦牟尼佛 你看他多么精进 佛陀昼夜精进 在打坐自立行 佛爷是昼夜精进的 佛陀在雪山苦行 有六年过 每一天只吃一粒芝麻 喝水 你想想看我们呢 你可能还不一定 虽然各位很忙啊 可是也很有善根 来学佛法 可是我们如果跟佛陀比的话 我们很惭愧 我们也没有昼夜精进过 六个星期过啊 接下来 佛陀利他 佛陀一生呢 就是在讲经说法 佛陀在世的时候 不一定有法会 法会是我们中国佛教 很好的特色 当然利益很多众生 可是想想 佛陀在世的时候 他每天就是为圣弟子说法 乃至于大范天王 都会从天上 来请我说法 那圣弟子呢 当听闻佛法以后 回去就是思维 法义 跟禅修 所以佛陀一生 自利利他 都没有空过过 所以你要抓住羞耻的重点 就是在行住坐卧的时候 你都要调伏你的贪嗔痴 假如虽然你做了很多福报 你也做了很多功德 但是福报越大 不一定是好事 举一个例子 佛陀在阿含经里面说 国王 国王福报越大 但国王若发起脾气来 推出去斩了 你这个人就被砍头了 若国王决定呢 要所谓的战争的时候啊 你下令呢 你会要杀害很多很多很多的人 所以不要羡慕富贵人 佛陀说 作为国王 假如你不挑副你的贪嗔痴 虽然你福报大 当你称心生起的时候 你一夜之间 会杀害千千万万的众生的 所以请看幻灯片 修行第一个要抓住修行的重点 就是你要调服你的贪嗔痴 假如你不调服你的贪嗔痴的话 你会很苦的 好 所以请看讲义 是十九页 第一 修行的第一个根本 就是心 心 Mind or Fightfulness 不管南传跟北传 藏传都要从心下手 接下来 我们修行呢 要圆满自立与利他 自立 你就要好好的调服你的烦恼 所以叫做烦恼无尽誓愿段 我们生生世世 也要去学习 无量的法门 法门无量誓愿学 接下来 再讲法门无量誓愿学呢 我先讲到这里 我讲一个故事就好 今天呢 因为是第一天 我还想要各位唱 《乐障及详经》 发愿文 然后时间过得很快 两个小时就快结束了 我先讲 这者大师在世的时候 他每天都念妙法莲华经 他在念经的时候啊 窗户都有一只鸽子飞过来 就在那边听他念经 就是听法华经 这者大师很认真哦 每天都念一部法华经 法华经大概有六万多字啊 我也念过 大概六万多字啊 你一天大概要七个小时到八个小时 念到呢 你两个眼睛都会像呢 像斗鸡眼一样 青蛙的眼睛一样 因为你要很认真 很认真的看字 而且法华经在第二品啊 或第三品 有些辟育故事很多 可是有极品古汉文 他字也比较不好念 你要慢慢念 那智者大师他每天哦 再怎么忙 他虽然讲经说法 他贵为国师 可是他每天啊 一大早三四点 他就起来了 念妙法莲华经 很有趣的是 每天他念妙法莲华经 早上的时候 都有一只鸽子飞过来 就听他听 妙法莲华经 就每天听 等他呢 一直听 听完了以后啊 等他回向以后 他就飞走了 那很奇怪了 他念了半年 有一天啊 突然这鸽子 没有来了两三天 他就想 哎 奇怪 这个鸽子怎么了 生病了嘛 动物总是会生病啊 他就动个念头 说哎 奇怪 怎么没有看到鸽子呢 就当天晚上 他就做梦了 梦到一个童子 天人 这样合掌 到他面前 对师父合掌说 师父啊 我就是那个鸽子 我因为啊 你的功德力很大 我每天呢 飞过来听 妙法莲华经 我听了半年 我本来是一个畜生 就是鸽子 听到你诵经的声音啊 我很喜悦 虽然有些地方 我听不太懂 但因为 法华经的功德力很大 结果我投胎 做人了 师父 我就投胎到你寺庙 前面有一个 一个村庄 某某家 然后有一个人 生了一个儿子 怎么知道呢 到时候你来 跟我说 Hello 我会跟你讲 Hello 就是你好 然后你打开 我的手臂 右手臂下面 就会有一撮毛 就是鸽子的毛 这是证明 我从鸽子来投胎的 师父 我想跟你出嫁 请你收我 做弟子 好嘛 智子大师做了这个梦以后 就醒了 他觉得 无风不起浪 一切都有因缘 对不对 所以他就送完经以后 他就走到庙外面村庄 然后他告诉他某某那一家 他就敲门 有人在吗 师主我来打扰一下 然后呢 出来的一个先生 老先生就打开门 师父有什么事吗 他说你家最近是生了一个儿子 他说师父你怎么知道 他说他托梦给我 我可以看看你儿子吗 才刚出生 不到一个月 还没有满月 他看到他 他就跟智子大师说 Hello 当然讲中文 不讲英文 就是你好的意思 他就这样动动手 跟师父说 师父就摸摸他 他说 我可以打开他的右手臂 一看 真的是有一撮毛 就是鸽子投胎的 然后他就告诉他爸爸妈妈这个来由说 这个孩子过去生是鸽子来投胎的 就是因为听我妙法莲华经的功德 所以投胎离开畜生道而来人间 你这个孩子相貌很庄严 他很有智慧 你好好养他 养到他五岁的时候或七岁 我就收他做小沙米 然后我就度他出家 好吗 最后他爸爸妈妈听了 也很感动 因为他爸爸妈妈是佛教徒 他投胎到佛教的家庭去了 所以他说 好师父我们好好照顾他 所以要养到五岁或七岁呢 我就送去 最后他就送给智子大师 出家做小沙米 而且他很聪明 作为他的侍者 甚至呢老和尚一教他念妙法莲华经 他才七岁 每一个字他都会念的 各位你看一个鸽子听法华经的功德 都可以让他来生投胎做人 也就是他离开畜生道的恶业 所以法华经的功德是很大 不管是听或是送或是弘扬 对不对 都有他的功德 何况东南亚的华人呢 至少早上都会念 妙法莲华经浦门品 非常的好 假如你浦门品很熟的话 我也会鼓励你念安乐行品 这是我们这次讲座的 假如你在读当中 还能够自立利他 去了解他的教义 去修持法华经的功德是非常大的 刚才这个故事还有几个意思 给我们启发 我多说几句 第一 一般堕入畜生道 不是只有一事 都是要五百事 比如说你现在人 一不小心造恶业 堕落为狗 不是说来生做狗 第二天呢 再下一世就变人 没那么快 三图一报五百事 都要做五百事的狗 进了以后 你才会投胎做人 而且你投胎做人的话 先会是做贫穷下贱的人 而且会被人家轻贱 没有智慧 乞丐 然后呢 残障人员 就是做很低贱的人 在古代印度呢 像守陀螺奴隶 而且走到哪里 你都被人家欺负 所以第一个 他因为法华经的功德 让他呢 不用轮回五百事 所以他一事 他夜就进了 就投胎做人 第二 他还有善根 听法华经 听久了 他发心出家 现在很多人都很喜欢出家 但是呢 出家是要有福报的 很多人我发觉 就算他晚年有福报 投涕了 可是出了家 心不一定真出家 就像地藏经讲 身虽出家 心不入道 这样不太好 甚至我看到 也有很多年有 在新加坡也有 台湾也有 老的说 师父 我来跟你出家好吗 我看看他 你根本是来搬家的 对不对 出家很辛苦啊 你要更常住啊 出家也不是说 庙里是养老 我就来送送金 扫扫地 那你住你家 不是更舒服吗 出家是真的要肯吃苦啊 要为利益一切的众生啊 这样的动机才是对的嘛 第三个 这个呢 他修到呢 他可以托梦给智者大师 可见智者大师是一代高僧 然后最后他还跟他讲 我就投胎到你们呢 这个庙的前面的村庄 对不对 因为过去的夜席 席气 所以他会身上还会有一撮 鸽子的毛 是代表呢 他只从动物来投胎的 所以可见佛教讲 六道轮回 是真的 你不用管基督教 天主教或回教 或印度教怎么解释 可是从佛教的角度来讲 六道轮回是真实的 从这个故事你也可以知道 所以六道是很苦的 请问 我来调查一下 假如现在给你再一次选择 你来辈子还要喜欢做人吗 有些人可能希望来辈子呢 他还想要成家立业 结婚生子 然后再买一栋呢 Book is the T-mart的好房子 对不对 有些人可能想要 你问你呢 你来辈子呢 可能你会想要出家 对不对 有些人呢 他并不会想要出家的念头 当然在家出家都是可以休息 来我调查一下 你已经从小这样长大 读书工作 结婚生子 老病死 假如第一个答案 可以你再选择一次 你还要这样子生老病死 成家立业 结婚生子 买房子的请举手 没有半个 各位真的这么友善根啊 好那给你再选一个 假如你想说我要再选择一次 你想要出家的请举手 想要出家的 举一半举高一点 没关系 好 那个 只有一两位 不跟师 这个要出家的名字先记下来 好那请问 那没有举手的你们来生要做什么 没有举手的请举脚 你就要去想一想 好我现在讲个问题 请写下来 生老病死的苦 你都受过了 为什么成佛修行的苦 你要逃避呢 你想想看你从小 就开始很辛苦的工作 读书 最后不管找到老公跟老婆 结了婚了 孩子也养了 也买了政府组屋了 对不对 这些苦你都吃过 其实修行的苦 你为什么要去逃避呢 表示你是可以吃苦的 但是你却选择逃避了 老师说 修行是真的很不容易 答案是 生修行要生生世世 不退的道心 不论在家出家都能修行 可是啊 你要生生世世 学习佛法的愿心 就像佛陀刚才讲的 佛陀生生世世 都是非常精进的 对不对 所以佛陀雪山苦习呢 六年呢 那想想看呢 我们呢 还没有用功过六个月呢 对不对 好 所以今天讲经第一天 我还是按照惯例 想带各位 我准备了很多发愿文啊 其中请看第九页 《月章吉祥经》发愿文 释迦摩尼佛 他之所以在生生世世 在不管轮回里面 他都有善根 是因为呢 佛陀啊 他有广度的六度波罗蜜的大愿 好 请看第九页 我非常欢喜 愿意为各位介绍 释迦摩尼佛的 《月章经》及《祥经》发愿文 希望大家在初一十五 或者是六灾日 或十灾日的时候 发这个愿 你看看释迦摩尼佛 本身就发很多广大的愿心 从第九页 可以翻开来到第十页 请看第五项 魏文菩提故 无量阿森奇 备受种种苦 令法九自然 佛陀生生世世吃过很多很多苦 对不对 中国有一句话 吃得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 可是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的佛教徒都怕吃苦 年轻人也太好命了 都不吃苦 对不对 所以你想想看 佛陀从第六页开始 布施 持戒 忍辱 精进 禅定 般若 佛生生世世呢 都在帮助所有的众生 再翻过来 第十二页 对不对 你要度众生的时候啊 你要用四色法 四色法 不失爱与利他同事 最利益众生 第十五个页 佛生生世世都会降服外道 佛陀在印度的时候 其实外道很讨厌他 为什么呢 举个例子 前几天 你们的印度教 印度节是什么 Happy Deepavali 对不对 我刚好有因缘经过China Town China Town后面有一个 佛牙寺旁边有一个印度教 有没有 哇那天晚上很热闹哦 到两点钟很多人都还去 我是没有这么晚 我看了这么多人去吧 看呢就是看Magical Power 全部的呢 踩着脚呢 可以在火炭在刀身上啊 这样走过去 非常非常多的人 这是印度教的印度节 那为什么印度人很喜欢这些 因为西印度人很喜欢 Magical Power 佛陀在世的时候啊 外道啊 是很喜欢显神通的 因为外道显神通 所以文武百官 有钱的人才会供养他 可是在古印度啊 佛教啊 有一点像台湾的民进党一样 他是反对印度的四种性制度 所以佛陀啊 可以度很多的很多人 其实最难度的是谁 外道 因为外道很讨厌佛陀 因为佛陀太有智慧了 而且每一次佛教跟外道辩论的时候 佛多罗都赢了 所以外道都输了 因此啊 很多古代的外道啊 他就没有得到供养 因此呢 外道在佛弟子啊 吃饭的时候都会下毒 在佛弟子脱波的时候都会放毒 因此佛啊 就会教弟子念咒 免得食物中有毒 我这里要讲的外道是说 佛有功德力可以降服外道 但佛只有一个人不能度 写在旁边 提婆达多 就是法华经的提婆达多 他生生世世的冤亲在主 冤亲在主 有冤也有亲 所以学法华经你可以看到 佛陀生生世世都提婆达多 障碍他 佛陀说 当我成佛的时候 我却要感见 提婆达多 是我生生世世的善知识 这过几天我讲经还会讲 换句话说 你觉得你最讨厌的恶人啊 其实他就是你菩萨道的善知识 有很多佛友也会跟我讲说 哎呀 师父 我觉得我跟这个人没有缘 我说错 你跟他最有缘 冤亲冤亲 没有缘 怎么会遇到呢 在同个办公室里 坐在旁边 最喜欢讲你八卦的人 在家里兄弟姐妹 对你最讨厌 障碍你的人 其实他跟你缘最深 深到数不清 有冤也有亲 举一个例子 我去Johobaru奖金 奖金我去Tesco 我是Jesco买东西 我走在路上 不会每一个人都跟我说hello的 因为他不知道我是谁啊 除非他听过我奖金才知道 哦 师父我听过你奖金 你看一个马来人或一个印度人会跟我say hello吗 不会 大概都是我跟他say hello 可是他不一定理我 所以佛在讲未成佛前要广结善缘 这是很重要的 好 翻回来 请看第九页 我想上一次我唱过 在座很多莲友也会唱 会唱的就大声唱 不会唱的呢 那第一首跟第二首你用听的 第三首你就可以大声唱 请合掌 这是释迦摩尼佛发的六度波罗蜜的乐障经吉祥发愿文 我喜心故行为独众生股设计自身的灵发旧痴然 我喜心故行为独众生股设计自身的灵发旧痴然 我喜心愿意识自身的灵发旧痴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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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心愿意识自身的灵发旧痴自身的灵发旧痴然 悲愁 忠忠苦 领法九痴然 我修皆旅饮 藏清醒 十方 佛为真领法九痴然 恨我喜常忍辱 忠神 为众出烦恼 领法九痴然 我喜清清清 故唱福堂 独托诸众生 领法九痴然 我修禅解脱 三末地恒常 我修禅解脱 三末地恒常 不可树 领法九痴然 我喜未博热 预先灵言说 我乎乎无量论 领法九痴然 我习常怜 领法九痴然 我喜常怜 领论 颜先灵言说 祈身之皆為真正法言 我命而眾生 此而成首 祈身之皆為真正正正法師 我心之方便而見 祈身之皆為真正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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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道或临死众救主 我惜出外道主 且肩膀安置于战路四中的供养